有时候跟朋友们闲聊旅行 被问到我最喜欢的地方 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 新疆 通过聊天我发现 没有到过和那些走马观花市旅游过新疆的人 他们所知道的新疆 比我眼中的新疆并不是一回事 甚至还有很多误解 这些年 我去过至少七八次新疆 最长一次拍摄了六七十天 可以说我把新疆很多地方都走遍了 现在翻开这些老照片 看着时光已逝的画面 令人感慨 它也是很多新疆人难忘的岁月王室 很多网友也问过我什么时候写到新疆 说明大家也在期待 而我要写的新疆 下笔的时候却矛盾重重 太多欲言又止 会让人看不懂 但又不得不写 所以 很多内容都在这些照片里 我的叙述只能是抛砖引玉 今天就从2006年 我第一次走进新疆说起 让我们跨越时空 回到18年前 我从西藏的阿里坐客运车 进入新疆的第一站 叶城 叶城县地处欧亚大陆腐地的荒漠地带 位于南疆的西南边境 与运空克什米尔交界 近年塔格拉玛干大沙漠 境内有维吾尔 汉 塔吉克 回 科尔克兹 乌兹别克 哈萨克 满 西伯 蒙古 藏 俄罗斯等民族 小C与小D 与我在叶城入住了一个三人间 这是当时穷有老驴 都明白的神经方法 看到小C成套的化妆品 我才明白他的旅行包 巨大而沉重的原因 能一个人走这么远 逐渐小C内心的强大 我们除了安排行程 需要沟通 其他的相互不打听 也不讨论 出门闲逛 各取所好 分开都不用打招呼 自己想怎么玩 也不用解释 共同消费就A之 完全消除了意见不合 也许这就是 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标准模式吧 因此 小C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最终我也不清楚 小D更加佛系 心里极简 也不拍照 也不协作 一副笑脸 不紧不满 说什么都没有意见 总之 根本不知道 它是来干嘛的 看不出任何目的性 仿佛是旅行者 无欲无求的巅峰境界 我的目的就十分明确 抓紧时间 穿梭于夜城的大街小巷 我要把人们的生活景象 用相机记录下来 夜城的城市面积 看上去不小 建筑比较凌乱 城乡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大多数街道 都是没有铺装的沙土路面 起风就会尘土飞扬 好在夜城的汽车不多 只有少量的出租车和公交车 私人汽车几乎看不到 空气质量还算可以 这里很少有游客 人们看到游客的眼神 还透露出好奇和友善 多数人的交通工具 还是铝马为主 其他的是摩托车 三轮车和自行车 夜城是真正边缘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自然资源匮乏 生活节奏缓慢 所有商业都依附于低端价值链条上生存运行 新疆人具有非常浪漫的民族特性 但也不难看到他们表情上无能为力的忧虑 这是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在邮政局门口 有一个带写信件的摊位 摊主在认真地听顾客的描述 再组织成书面语言 过程要反复沟通 直到对方满意 再轮到下一个旁边等候的人 夜城有很多清真室 好像走不远就能看到一个 加满清真室在夜城最核心的位置 它是夜城最宏卫的建筑 因为我没有信仰 也不喜欢研究这些 加上语言不通 也不想贸然走进去餐馆 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建筑风格 只是拍摄它作为地域背景 至于它的内涵完全不清楚 也说不出来 我在夜城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囊括了当时整个城市的生活状态 篇幅有限 这一集也说不完 下集我们继续讲述这个城市更多的内容 在夜城里面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